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耶康种植者 这一集我想谈一谈月季花 我们这个院子里面有一颗月季花 这颗月季花已经有挺多年了吧 之前就一直种在土里面 这个主镜看上去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 这颗月季花大概是从一个月前开始开花 它开花的数量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之前想可能是一个星期能有一朵花 那我觉得就挺OK的了 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它都会有一朵新的花出现 而这个是已经全开了 在它刚刚开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这朵花给剪下了 插到水里面 这样一朵仙气花能够维持 至少是三四天是有的 所以说这个家里面是一直没有断过鲜花 它旁边这个黄色桶是营养椰吃 大概是两个星期左右要这桶水呢 就是基本上用完了 然后我要重新加水做营养液 这样的话每隔两个星期左右呢 都会有一些残留在这个池子里面的底部的一些营养液 剩下的这些营养液呢 浇到这个月桶花上面来给它作为一定的补肥 也没有特意去管理它 只是说之前呢有进行一定的修剪 然后这个花就一直一直开 看一个地方就会知道这个花的开花是有多么的迅猛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叶片的下面这有一个黑色的切口这里 在这里 这个之前就是大概两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呢 它是在这里长出了一朵花 然后把把这个这朵花枝剪下来 跟叶片的接口这里又长出来一个花枝 然后这里马上又要开花了 那么月桔花在这个种植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最大的虫害就是这个牙虫 英文叫Aphids 它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一个个小粒粒的这种肥肥的虫 这个就是牙虫 它的这个破坏的原理就是说 它会聚集在这个新发的嫩芽 或者是这个新发的这个花枯朵上面 然后就是吸食这个枝叶 然后导致这个植物生长出现问题 防治的方法呢 之前我是用了那个肥稻水 但是喷完之后 这个叶片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这样这样这样的就是烧焦的叶片 这个方法呢到底怎么去用 我想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改进 如果说你不怕这个东西的话 就可以这样 就扑扑扑扑扑 把这个东西打下去 然后这个打下去之后 这种因为虫子比较小 它比较肥 基本上下去之后 很难再爬这么高的高度上来 这个方法呢 虽然说不能够应用于大规模的商业种植 但是你自己家里如果有个小花园 种了几朵花 那么用手或者是用小毛刷 然后把它这个打掉 这个是可能是最简单 也是最省事的一个方法 然后第二个方法 也是我比较支持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用这个天敌 这个牙虫的天敌呢 就是七星瓢虫啊 然后我今天看到 在这一颗的月季上面呢 有至少四个七星瓢虫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那么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够获得这个七星瓢虫呢 如果你这个花卉是种在外面的 那么当你有这个牙虫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这个是有很大的几率 七星瓢虫是过来回来找食吃的 因为它们会吃这个牙虫的幼虫 另外呢 七星瓢虫也会容易被这个香菜的花所吸引 七星瓢虫呢 它也比较喜欢这个香菜的气味 并且会吃这个香菜的花的花粉 所以说你在菜园里面呢 种一些香菜 然后让它开花 这个也是吸引七星瓢虫过来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把这一颗即将开花的月季 把它剪下来 然后插到水里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顺便说一句啊 这个兔子对这个月季的叶子 特别喜欢吃啊 我们来用这个叶子来逗逗小舅舅 这位朋友 好的 那么这一集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difference 叶子